前面已经用了许愿宝库里面的几个认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宇治波班的一个实战效果 对面第一个是人山在土 开局直接用二段封盾拿到先手 然后预判一下 再次拿到一个先手 这边继续普攻衔接一下 这个宇治波班是策划小李制作的第一个高招S人 当初他也因为制作了这个认证 受到了一些吐槽 不过他后面制作了一个会堵长门 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边普攻位带一下 放了一个袖子弄乎 如果这个是转过来的话 可能就拿到先手了 那我们替身有的肯定是要虚化 随时过去紧一下 顶一手霸体再次用撑杆跳拿到先手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用长二技能打一波伤害的 这个封盾主要是持续时间久 普攻也来两下 替身出来了往下面走 这个位置直接长二一技能预判一下 末将成功了 然后外可以落地又直接过去衔接上 快速把这个带走 先来看第二个人质 末叶创立班 关于这个人质就没有什么招募的建议了 主要是看你的情怀 开局往上面躲 但是没有躲掉 替身以后直接一个撑杆跳 反向预判一下 偏替身 但是没有成功 这个时候不着急放霸体 先顶一手续总能呼 他替身以后我们快速开霸体 手里暂时没有技能 所以首先通过走位引他一个通灵 尽量拉开身位 他发了个蛤蜊线 我们快速砸一个群帽 然后用撑杆跳过去拿到先手 与主播般的一技能 续总能呼虽然有一定的前摇 但如果你释放时机准确 或者是碰到一些手里技能 没有那么快的认证 偶尔也可以用来反手 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顶过对方的攻击 甚至可以拿到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本来是用撑杆跳 两段的一个火盾打伤害的 但是又习惯性的放成了一个封盾 如果用火盾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提升的机会了 但他只有一个斗 我不知道会不会提升 过去普攻再A他两下 等一下这个二技能 因为我觉得这个二技能 打伤害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但没有让他提升出来了 我过去引他一个技能 然后再开个霸体 那你这个时候没有技能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一个修整的傅把这个带走 然后再来看 虽然剩一个九老妈 用这个撑杆跳加风盾的话 应该是不亏的 远距离续续的能够拿到先手 过去普攻拍的两下 提升反手顶一个通灵 其实这个时候 我可以开霸体过去拿先手 但想省一手霸体 我们先用风盾保护一下自己 然后再找准位置 用续的能够拿到一个先手 这个时候我们在普攻衔接一下 他如果提升 我们可以顶霸体了 然后过去普攻A他一下 这个普攻稍微有点多余 被他拿到一个先手 没关系 我们提升开霸体 哪里跑 撑杆跳直接拿到先手 这个时候我们把伤害拉满 就可以直接战中场开大了 作为最早上架的一个宇宙班 这个忍者的技能机制 放到现在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简陋 而且强度上限也没有那么高 最终只能算是一个收集 或者是情怀忍者了 本来以为战中场开大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带走 但是他丢了一个阔鱼 虽然他可以挣扎一下 但这个应该是没戏的 我们落地又直接撑杆跳过去 放风盾保护一下 刚好是跳过他的技能 好了 今天的视频道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